在日常生活中,手机其实是非常便利的拍摄工具 虽然它达不到专业级别 但是作为日常记录的器材其实绰绰有余 今天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些手机拍摄短片的小贴士 帮助你快速提升手机拍片的质量和氛围感 本视频使用随动S1拍摄 随动S1,日常出行的口袋手机云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这里是平时也会用手机拍摄的摄影师Shirley 手机和相机最大的区别除了镜头以外 就是感光元件的大小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手机戏称为日光机 也就是说要在采光比较充足的地方使用手机拍摄 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可是采光充足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拍摄出质感或者说氛围感 所以对于手机拍摄而言 我个人认为拍摄一些逆光下的人像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氛围感和质感的 同时也能保证有充足的光线 如果想拍到比较好看的逆光 最好是在日落前一到两个小时进行 虽然日落前一小时是最黄金的时间 但是根据经验 一小时可能拍不够素材 所以留足两小时的拍摄非常有必要 第二个加强画面层次感的方法就是大量利用前景 因为手机虚化一般都非常有限 我们很难在背景上做文章 所以多思考前景 比如草丛 花丛 树叶等就是外拍时候可以利用起来的前景 第二 适当运镜和合理变换角度加强画面感 手机作为一个日常拍摄器材的时候 有很多自己的优势 它可以去到更多的角度 以及做一些更有意思的运镜 比如跟随脚步的拍摄 手机天然就比相机更容易操控 所以不妨多用手机拍摄一些运动起来的镜头 常见的运镜我们之前讲过很多 所以这里我们重点讲一下 唯美人像视频相关的运镜逻辑 比如拍摄日常小短片 经常会有人物缓缓走远这样的背影镜头 与其我们让拍摄的机位固定不变 我们可以随着人物走远往上伸镜头 这样观众的视觉也仿佛跟着走远的人物 一起看到了更远处的风景 再比如拍摄人物比较放松时候 轻微晃动起来的身体 镜头也可以跟着轻微晃动 这样就会比固定镜头看起来更灵动和有情绪 其实当我们在拍摄这一类 情绪感和氛围感很强的视频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会晃动自己的镜头 尤其是在做一些人物的特写 或者是人物局部特写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人物的动作不是特别大 甚至是可能是类似静止的状态 那我们就可以轻微的晃动镜头 或者是让镜头微微的环绕我们特写的人物或事物 这样就可以避免画面看上去太过静止 像一张图片一样的感觉 为了手机可以更好的运镜 一般我们都可以配上一个便携的手机云台 这次我们体验了一下随动S1的云台功能 它和许多我们之前体验过的手机云台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它是靠磁吸直接把手机吸在云台上 这个小小的贴心设计却大大方便了使用的人 拍摄中如果需要马上使用手机可以快速的拿下来 用完再加上去也毫不费力 除了云台功能 S1的无线充电也很值得一提 针对苹果有无线充电功能的机型 都可以直接接触式快充 作为摄影师 我们平时出行非常多 而且需要携带各式各样的充电设备 总是电线成栽 S1作为一个便携无线充电宝 让路上充电变得更轻松容易 除了运镜 为了增加视觉上的美感 选取合适的拍摄角度 也可以大大的为画面加分 之前我们说过 拍照要多找不同于日常的角度才好看 其实拍视频也一样 如果所有的画面都是直接手持到一个日常眼睛平视的角度 就会自然而然的让人觉得和平日看到的没有什么区别 并不会觉得十分惊艳 所以一般我们拍视频也会根据情况变化一些 不是那么日常的视角 比如拍摄人物全身 蹲下来以天空为背景 既让人显得更高 也让背景显得更干净 观众的目光也可以更好地集中在人物身上 以达到凸显主体的目的 但低机位总是被很多人说 容易把人拍难看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稍微让人把脸侧向一方 抬高一点下巴就可以了 而拍摄上半身的时候 则可以多用到眼睛平视的角度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的经验是 半身非常类似我们人眼平视和对方沟通时候看到的视角 所以采用平视角度拍摄会觉得自然亲切 而人物作者的时候拍半身 还可以考虑从上至下斜拍的机位 凸显人物作者的周围是怎样的环境 总之选择角度也一定要根据当下的场景 和你想要表达的内容为导向 去多进行变化 第三通过一些剪辑小技巧为视频增色 最后我们要聊到的是一些剪辑小技巧 因为其实如果剪辑的好的话 手机小短片也可以显得非常的惊艳 我们的剪辑师小姐姐大发少女 为大家总结了一些 可以快速为手机小短片加分的剪辑小技巧 首先她说开头的五秒非常重要 这五秒就决定了观众是否会看下去 所以她说这五秒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声音 为自己的短片或说视频来增加一些特色 一个是可以根据画面添加环境音 例如下雨声 海声 风声 鸟叫声等 或者也可以用一段旁白来作为开始 我以为很快就能忘记你 不再想起你 等不到你 却发现 到了最后 我变成了另一个你 在剪辑的节奏上 如果作为素人剪辑 我们都很难达到专业剪辑师的水平 因此可以通过选择节奏起伏比较大的音乐 也就是有着明显轻重缓急 快慢变化的音乐来作为背景音乐 带动视频的节奏和情绪起伏 然后最基础的剪辑办法 就是跟随古典去剪辑 配合音乐的节奏点 我们还可以适当地对视频做变速处理 这也就意味着拍摄前 我们需要留心设置 为了让后期剪辑有裁切和升格的空间 建议拍摄的时候就设置为4K 或者至少1080P的分辨率 帧率设置为60帧每秒 这样后期做慢镜头升格 才不会出现卡卡的不流畅的感觉 随动S1自带的手机剪辑软件 也非常新手友好 里面有一些剪辑可以用的滤镜 字幕和转场 适当添加可以为视频增色不少 但是剪辑师小姐姐在这里提醒大家 转场和特效不能用太多 不然就会太过花哨 视频反而没有高级感 因为越简单质朴的东西 很多时候才能日久明星 以上所有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总结的 能够快速改善手机拍摄视频的 画面感和美感的方法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和加关注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